我们现在终于到这个长龙野生动物园这个熊猫酒店了 这酒店看起来还挺大 那咱们把这个行李放上去 放完之后咱们就开玩 然后从这个酒店里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孔雀 就在这个玻璃外面 这个呢就是我们住的这个 1500的熊猫酒店 当时我老婆订这个熊猫酒店的时候啊 我差点没跟他急了 我说出去玩呢 咱们这个住的差不多就成了 咱不说住最好的啊 也不说住最似的啊 就是说性价比高一点就OK 因为咱们出来旅游呢 这个旅游是重点啊 不是这个住酒店是重点的啊 因为当时他说这熊猫酒店 1500的啊 我特别不能接受 我说咱就睡一觉 制作嘛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呢啊 我老婆给我算下来之后呢 这酒店白住啊 还赚了500块钱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这就给大家算一下啊 没想到这个熊猫酒店呢 你别看是1500啊 但是你得看它包含什么 它包含啊三张这个两日的啊 长龙野生动物园的门票 大家要知道这个两天的啊 这个长龙野生动物园门票呢 一张啊就是300多啊 328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那三个人呢就将近1000块钱了 就在一阵熊猫酒店送了 熊猫酒店不仅送这个 还送这个自助晚餐啊 因为熊猫酒店作为五星级这个酒店呢 它自助晚餐非常好啊 自助晚餐将近300元一位啊 那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呢 就将近900块钱啊 那不仅如此啊 它还送两张这个 长龙水上乐园的门票啊 加起来也200块钱啊 所以礼拜里算下来呢 熊猫酒店呢 我们白住一分钱不花啊 这个长龙野生动物园的门票三张啊 然后还有三张这个自助晚餐啊 然后还有两张水上乐园的门票 这算下来就2100多块钱了啊 所以说我们只花了1500块钱啊 熊猫酒店等于是白住的啊 还赚了600块钱啊 那大家说值不值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不能只看这个表象啊 你得研究之后啊 看它包含什么啊 再来判断它到底值不值啊 好那朋友们 你们觉得1500元一版的熊猫酒店值吗 你们觉得是单买票值 还是住熊猫酒店值啊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邻居留言 咱们小网交流 喜欢就关注我的 这就是 这个屋子